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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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很多消费的过程当中 譬如苹果手机太贵了 可是你为什么会质疑他 我们对苹果手机 你信仰不足 你对这个品牌的信仰度不够 那目前我们看到 川普也面临 美国人民跟国会 对于川普所坚持的 选战理想 出现了信仰不足的变化 为什么这样讲信仰不足 因为这次反对川普的 竟然是川普最核心的支持者 也就是共和党内的自由派 那也就是查党的背景 所以我们看到 这场由查党跟川普 引发共和党内的 查湖中的风暴 到底会对于川普未来的执政 面对国会参众两月的一个表决 会产生多大的自轴 使得整个华尔街 对于川普的行情 在此基本上已经画下了据点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 这是道琼30党成分股 在昨天对于指数的贡献 昨天道琼指数跌了是237点 那我们的小编非常非常努力 这张图表我非要提名很久 因为做这张图表要做非常久 因为这个比电脑还强 把每个logo 还有把每一家30家公司的 涨跌贡献点数给做得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跌237点 到底是跌谁 谁拖累了指数的发展 有时候我们看台北股市 涨的是台积电 涨的是大力光 有时候是跌的大力光 跌的台积电 所以这个指数 是由谁来做领跌领涨 可能会更让你了解到 这个事情的原貌跟发展 好 昨天跌237点 贡献四分之一的是高盛证券 光是高盛证券昨天的下跌 这个就拖累了道琼指数 高达62点的跌点 第二名是波音 第三名是Katepillar 所以观看我们从这个 第四名是摩根大通银行 我们从前四名已经看出一个方向 一个是金融股 是昨天大跌的族群 领跌的族群 第二个是资本支出 美国制造的这个体财 成为美国股市大跌的族群 所以从金融股 从资本财 两个方向我们已经看到 川普行情在这边 似乎画下的据点 所以这边是美国股市的K线 从道琼指数K线 昨天这根长K 基本上创下了 二月中以来的新低 那我们要注意到 因为三月份已经进入尾三 所以月KD技术指标 非常有机会出现 死亡交叉的格局 那这也是美国股市 二度高档背离 而且死亡交叉 所以会不会是一个多投行情的结束 这个多投不是从去年10月9号 川普当选的多投 而是去年10月9号的喷出 可能是美国股市 从2009年来多投的末生段 而这根长黑 可能是末生段的结束讯号 这是个问号 我们就要往下做观察了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 标普500 因为道琼是30档 标普是50档 观众要注意 因为全球市场除了台湾 涨是红色 跌是绿色之外 都是涨是绿色 跌是红色 所以基本上满江红 就代表跌翻了 当然第一个 我们看到重灾区在于金融股身上 那另外包括了网路跟科技股 昨天跌幅也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美国股市从S&P500 这个框框越大 像Google 像这个富国银行 像苹果 越大代表全值越重 那颜色越深代表跌越深 观众要注意什么 就是美国的这个色块图 所以我们就是500档 你不用一档一档认识 再看过去就是一塌糊涂 那唯一比较 这个能够有支撑的 在于防御群的一些族群 在昨天做出个反弹 绿色就是涨的 所以整片图看过去 一片红通通 代表昨天美国股市跌幅相当的大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刚才提到的 是由金融股跟资本支出股 这个两个体材做领跌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自由党团领袖 自由党团领袖 这个自由党 美国没有自由党 自由党团是共和党当中的保守团体 那怎么讲 共和党是属于比较倾佑的 靠向资本家的 所以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者 通常就是很自由 对于小政府的概念 对于市场经济 是非常的崇拜 观众可以这样逻辑做观察 所以基本上 虽然叫保守团体 可是事实上 他对于整个政治的光谱当中 是小政府的理念 然后大市场的概念 就是自由党团 那当然背景就是查党 那自由党团的领袖 他特别提到 预期川普的新一改 就是针对欧巴马的健保的改变 政策的改变 这个法案不会通过 天哪 不是民主党反对 是共和党内部出现非常大反对的声音 那川普在21号访问国会 试图希望能够说服共和党的最保守的这些议员 来支持我 那我们也知道 因为川普的选战过程当中 就非常非常的保守 就是以美国的这个价值伦理 跟价值体系 政治公团来讲 事实上这些人应该是他的铁杆 可是竟然铁杆反叛 关门什么感觉 就是黄复兴党部跟洪秀朱闹翻 你懂意思了吗 关门你懂意思吗 那个农渝会体系跟王金平闹翻 你懂意思吗 长老教会跟蔡英文闹翻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事实上 川普怎么会跟这个保守派闹翻 甚至讲话讲很重 你们不让议会通过 2018年的其中选举 你们会丢掉很多席次 所以川普也不客气 你不支持我 不是你完蛋 就是我完蛋 甚至大家一起完蛋 可是保守派议员 对于川普的威胁完全不理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从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NBC统计 至少有26位共和党的保守派 自由派的议员是站在反对 而按照这个票数做观察 一改的法案不会通过 观众一改是针对欧巴马的错误来的 可是假如连这个都不会过 那后面的税改 后面的基础建设 假如川普跟国会的关系 那么的恶劣跟紧张 那川普的大梦不就是完了吗 所以昨天市场开始反映这个问题 说观众我们就要往下做观察 好 第一个反应 不是医疗股大涨或医疗股大跌 而是大家对于金融股 开始有点恐慌 因为川普对于金融业的开放 对于金融法规的松绑 本来有非常乐观的期待 所以昨天先跌谁 跌金融股 包括了像美国银行 包括了高盛证券 包括了摩根大通 都出现大幅下跌 甚至我们看S&P500金融股 是创下脱欧以来最大最差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昨天其实 你看整个金融股指数 这一波川普行情的领长族群 快要回到 快要回到这一波的起涨点 所以影响蛮大 所以这个医改的方案 可能会影响到税改 所以黄尔街开始产生一点恐慌 对于川普行情不敢乐观期待 按照目前川普最新的民调支持度 我们看到几家 包括盖洛普 包括我们看到像福斯电视台 其实我们光是比较几个 像盖洛普 这两个拉起来 一个是3月5号到3月7号 一个是3月18到20 盖洛普民调 那盖洛普民调 在3月5号3月7号 当时是3月份第一周 调查出来 支持川普的是42% 反对的是53% 那事隔两周到现在 观众我们注意到 支持度掉了3% 反对的真的3% 所以使得川普目前的民调支持度 大幅度的滑落 甚至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这个福斯电视台 因为福斯属于比较 共和党的电视台 就像是自由时报 对于民进党的态度 是比较情绿的 这是比较情共和党的 在3月12号 14号中的民调 也看到他的民调 也出现明显支持度43% 反对的51% 所以到底川普发生什么事情 民调不太创压新低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 基本上川普的民调制度 跟美元走势 是在过去三个月 是几乎高度正相关 美元的强 跟川普制度提高有关 美元的弱 代表不满意度有关 所以官民有看到川普的民调 基本上就会揍美元 所以这个是做掌握 那我们观察 其实这个法案就很重要 我们跟万民哥我们来讨论 因为这个欧际健保 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健保问题 它扯到了是美国价值观的选择 简单来讲官民有注意到 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 包括它是一个自由主义 但背后有非常大的保守派力量 讲求的是一个开创的精神 我们知道美国就是一个 自由开创业的天堂 那各式各地就是市场尽量竞争 在竞争当中追求美国效率的极大化 跟美国国力的极大化 可是这个欧际健保 官民要注意到 欧际健保其实社会主义的性格 非常的强烈 因为它是民主党 可是这个欧际健保当初反弹的很大 就是其实假如欧际健保能够通过 那苏联当年就不用推翻 我举个夸张例子 官民懂意思吗 你不就是推翻苏联干嘛吗 你就是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国家 你比共产主义还共产主义 从医疗保健这个项目的选择 所以官民注意到 所以这个变化 为什么当初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国会当中做非常大的竞争 我们第一个观察 这个欧巴马跟川普的法案 就是保费的比例 保费的价格 我们就简单讲是三比一 老人的保费是小孩保费的三倍 可是随着美国的老年化 跟婴儿潮退休 其实川普是负责的 他说五比一 为什么 因为老人开销实在很大 可能怎么保费比较低 官民要求其实川普适合当台湾总统 因为这个世代剥夺 你懂意思吗 因为年轻人支持欧巴马 可是欧巴马反正对年轻人进行惩罚 很妙的是川普 他支持的是老人 对老人进行惩罚 所以他第一个 保费的设定 川普跟欧巴马差距就很大 所以国会议员有选票压力 因为等于老人保费很贵 是小孩保费的五倍 欧巴马只有三倍 所以川普认为世代不能剥夺 所以老人保费多用就要多缴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税收减免 那当初欧巴马为了提倡他的欧式健保 事实上给了这个欧际健保 非常高的扣抵税额 就是鼓励大家参加 我当然有棒子 有萝卜 萝卜就是让你可以疯狂的抵税 希望你可以用抵税的方式 因为美国税很重 你可以缴保费来抵税 产生诱因 让你能够得到萝卜 加入欧际健保 可是川普说不行 这个健保为什么能够抵税呢 所以他设出了一个限制 就基本上这个30岁以下 60岁以上 包括大家庭他送的限制 就抵税的额度变少了 既然是要缴保费 你不要拿保费来抵税 最实的社会分配 有钱人越有钱 穷人越糊 因为穷人没有保费可以缴 所以没有税可以抵 那有钱人就缴多一点保费 反正他用的也多 那用的多 抵的多 缴的税少 所以川普也帮他做改变 好 另外医疗补助当中 这个OT健保是疯狂的扩大 符合条件补助 可是对于川普来讲 是冻结医疗补助 让市场自由竞争 那另外我们观察 包括像医疗保险市场 也做了一个限制 还有一个诚意的 就是第一个 生育计划 这个川普的价值就是 对于2018年之后 对于堕胎的保险 基本上不再做财务上的支持 所以我们看了 这两条线划过去 观众 大家事关刚刚的论调 会听起来 我是倾向支持川普的 这不用 没有话讲 那事实上好像对欧巴马 有点意见 可是这就是社会主义 跟自由主义 观众 反过来 我们的立场 经得起挑战 因为我看美国 我觉得美国伟大 是因为川普路线的伟大 所以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 反过来 假如今天这两个 是中国领导人 我会站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今天伟大 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伟大 所以观众你懂我的立场吗 所以到底 你是美国还是中国 欧巴马更适合当中国领导人 你懂意思了吗 所以我请教一下 外民哥 这个事情是个价值观的冲突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们又都有偏见或主见 可能主观 可能客观 那都是自以为是 可是我们对美国的认识 它是个自由的世界 它是个美国梦的地方 所以当然是川普是对的 假如是中国 我就觉得川普是坏蛋 欧巴马是伟人 所以现在美国的价值观错乱 你当初推翻苏联 你反共产党 你反个大头 你自己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你的医疗保健制度 基本上没有比中国好到哪里去 您的观察 这个医疗健保现在是很多国家重大的 这个公共政策议题 往往会涉及到一个国家 会不会亡党亡国 因为你这个涉及到资源的分配 有的人就觉得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 我的资源少了 别人增加了 他就觉得有剥夺感 就像这个世光刚刚讲 这个欧式健保的 对不对 它是社会主义 这个大政府的一个思想 对 它牵扯到 影响到美国两个 主要的价值观 第一个就是联邦的扩权 影响到地方 因为实施全民健保 一定是全国性一致的政策 不能说下一个一周比较好 然后宾夕法尼亚州就比较烂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由联邦来统筹分配 包括 中央集权 对 包括资金的分配 等等 这个都影响到 美国传统的所谓 联邦政府的内在精神 它是主张 各州有各州的这种权利 必须尊重地方的这种权利 那当然就影响到 很多地方的利益 所以很多 欧巴马为什么后来会 民主党为什么会选书 跟这个不无道理 其实假如真正是 真正的美国人 对于欧式健保 加上你对美国 真正的美国人 而且对有点知识的人 就知道欧式健保很怪 整个美国两百多年的基础 跟价值观 就被影欧式健保 一次给打破跟挑战 对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对 就是它是一个 由各州为主体 联合起来成立的一个国家 对 你这个联邦的 这个中央集权的结果 就是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对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医疗改革 它不是 田想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 它是透过租税工具 进行资源的重分配 对 比如它机会从哪边来 那欧巴马的方式 很简单 我就对保险公司要加税 保险公司把增加成本 就移转给投保的人 对 那这个投保的人 有些是穷人 对不对 它是强制 就是少一点 那比如说中产阶级 有钱人就多一点 这个也 强制行为 对 这个也影响到 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 所以都影响到 很多这个民怨 虽然欧巴马 最大的攻击 对不对 就是它这个 最大的政绩 就是医改 让三千多万美国 没有纳入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人 通通可以参加 医疗保险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保险 这是完全的 学习台湾的这个精神 对 那这个 川普上台以后 第一个行政命令 上台以后 四个小时之后 就签了第一条行政命令 就是废除欧巴马的医疗 这个医改 观众 其实全民健保 台湾全民健保 是个非常恐怖的 共产党统战工具 它社会主义的气氛 非常强 其实假如我们每天 去看病用全民健保 基本上 是在价值观当中 已经被共产党统战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魂球 在台湾发明的全民健保 我们觉得很爽 对不对 基本上跟 这个台湾所倾向的 自由主义 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反而一点回到 孙中山体系的 社会主义的味道 非常重 其实你看现在台湾的 对外宣传 所谓台湾奇迹 慢慢已经褪色了 经济发展的奇迹性褪色 唯一好像能够 拿出来的奇迹 就是全民健保 对 那美国的情况 更严重 你看这是美国 从1960年代 这个健保费用 占GDP的比重 由1960年代的 大概不到5% 现在已经到16%了 整个国家的GDP 有6分之1 用在医疗健保方面 那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 60年代的时候 医疗健保占国家 整个资源的GDP 比重非常低 对 到这个2012年的时候 欧巴马实施全民健保之前 大概就已经将近 大概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这几年又有 这样吗 郭文明这很妙你知道吗 就是你根本就是已经是半套的共产国家 对 四光 郭文明这没有对错 四光对共产党是深吾痛绝 所以讲这点气愤难平 你还在跺脚 生气 没错 那欧巴马上来以后 他要改革欧 不是 川普上来以后 他改革欧巴马的健保 确实做了一些改变 但是碰到这个共和党内保守派的反对 为什么保守派反对 就是因为觉得欧巴马的改跟没改一样 是 比如说四光刚刚也提到 就是欧巴马是用政府去做补贴 对 那川普是改成租税的抵减 对 那其实有什么差别呢 只不过是一个是从右口袋出 一个是从左口袋出 那对于这个极端保守的这个 这个所谓共和党的自由党团来讲 对 他们当然是没办法接受 第二件事情呢 他还有一个欧巴马欧式健保里面 最终欢迎的两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26岁以下的年轻人 可以享用爸爸妈妈的投保 对 这个也是对不对 像查党这些极端保守的 这个共和党人所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都18岁以上 你就要出去工作了 自食其力 你独立的怎么可以搞到26岁 你找一些价值观的问题 你像我们昨天讲洛科肥勒 对 他16岁就开始 这个开始 离开家里 对 离开家里 到社会上去工作了 你到26岁还在吃 吃爸爸妈妈的 太不像话了 这基本上跟立国精神有关 对对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 他还有规定一件事情 就是保险机构 不能拒绝任何人 对不对 参加保险 还是说还是用强势保险 对 那这个东西也是 对不对 极端的保守 逐一反对 共和党的右派 所不能接受的 对 那这个 反对欧巴马 反对川普健保的 这个医疗 这个医疗健保的人 这个所谓自由党团 他们是什么角色 他们是最支持欧巴马的一群 这个政治人物或者选民 真的 真的 你看 这个是自由党团的徽章 对 他主要分布就是以美国中西部 还有美国东部传统的 这个几个独立时代 就开始起来的这几个州为主 他是从2015年 在美国好时政成立的 你要知道今年欧巴马选赢总统的时候 川普选赢总统的时候 1月5号还特别跑到好时政 英州的好时政去卸票 所以这一群是最支持川普的 对 你刚才讲说支持欧巴马 还有一点听不懂 对 没有错 不小心口误 是 他们还特别跑到好时政 这个自由党团他们成立的 发起的地方去做卸票 好时政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个好时食品公司 对 做巧克力非常有名的 这家公司这几年衰退得非常快 是 那欧巴 这个川普在竞选中 要让美国优先 要从政美国 要顾及美国的制造业 好时政的这个好时巧克力 就变成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个案 对 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标杆 对 如果能把好时 这个代表美国的这个食物的 代表美国精神的这个产业 搭起来的话 那川普就能够履行他的这个竞选 莫言了 但是没想到第一件 这个医改 就碰到自由党团他们的反对 那医改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说 你把这个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全世界 人类有史以来 最早做医疗健保的就是中国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中国从唐朝时代开始 唐朝时代就有开始做医疗健保 就有健保了 对 这个唐高中一上任以后 马上就在长安城里头 成立一个叫做太医署 太医署里面有太医臣太医令 还有这个医学博士还有学生 大概有四五百个人编制 对 主要是做什么 主要是为长安城里面的公务人员 提供这个所谓公务员的健康保险 对 那然后到武则天的时候 又又慢慢扩大到地方 比如州也有成立 对 类似的这个机构 但是主要还是以公务人员为主 对 那真正 中国的医疗健保 真正扩大的是王安石变法以后 那个宋神中的时候 对不对 开始普遍的在全国各地 包括京城 就是开封城 汴京 还有各州 各县对不对 都有设这个所谓官医 是 那同时还有一个叫什么 惠民药局 对 就是北宋 这个他们考古的时候 有发掘在龙盟石窟 有一块碑 碑上面有个叫做龙盟药方 我都看龙盟客栈 你看龙盟药方 对 那个 我们两个程度不太一样 对 我是一天到晚的心系天下苍生 为大家健康着想 那你是希望纯正娱乐业 所以每个人相反 九色才气 对 那他里面就把治疗什么病 要用开什么药都写出来了 是 目的就是让大家看了以后 对不对 能够自己生了病以后 对不对 自己去拿药 不必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没有那么多 对 而且贵 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慢慢被官方 这个医疗市场 慢慢被官方 对不对 所掌握 是 你看这个清明上合图里面 有一个惠民药局的一个影像 里面有一个招牌写的 小儿内外科卖药 就是小儿内外科 清明上的那么大 你还找到这家店 对对对 它里面有截录有个图 是 你就知道 这就是当时惠民药局 那个影响所及 宋朝时候的读书人 都要懂一点医学常识 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 书审内汉良方 书是指神的书东坡 对 审是北宋很有名的科学家 实业家叫做审阔 对 曾经写了梦西笔潭 替这个石油 石油这个名词 就是审阔 他所第一个提出来的 审阔他做了一个 他写了一本书叫梁芳 苏东坡 他因为写了很多文章 都是论医谈要的事情 所以后人就把 苏东坡论医谈要的文章 跟审阔所著的梁芳 合集在一起 就成了一本叫做 书审内汉良方 为什么叫内汉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是当过汉林医学士 所以这本书 你就可以反映出来 宋代读书人 对医学 或者对医药 或者说对全民健保 到一般民众的 医疗保障这件事情的 这种重视的程度 但是都有一个普遍的情形 就是你只要实施健保 或者说 由国家公权力 进入所谓医疗市场 都会发生浪费 所以南宋的时候 经常有人在记录 就是说很多惠民药局里的 所谓的提供的药 它主要是北宋政府直接 政府出钱 然后找这个叫做合计署 他们来做药 药以后放在所谓惠民药署里面去卖 用低于成本的价格 来照顾老百姓 但是这种概念经常第一个造成浪费 为什么 第一个就有人中保私囊 用那个 盗卖 转卖 对 第一个把好的药材转卖出去 拿劣质的药材来充塑 就像台湾的健保 也有类似的情况 北宋的时候更特别的 北宋的医药人员的 医事人员的培养 是由政府出钱 开封城里面 工费生了 有特别的太医署提供公费 你如果学习 经过考核 合格可以当行医的话 可以比照举人的待遇 由国家提供免税 或者说相关的福利 但是也造成一个 医疗资源分配 不平均的这种现象 比如说开封城里面 到了北宋末年的时候就发觉 有很多这个叫做流浪医师 就是金城里的官府的医师的缺 已经补满了 但是这些人 他们不愿意到偏远地方去救职 就跟台湾流浪教师 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形一样 他们就在金城里面 有这个身份 但没这个位置 到四处流浪 有的时候也会 当然也帮人家提供 官方系统以外的医疗服务 但难免也会有一些纠纷 这个事情反映医疗健保 其实是考验人性的事情 这个川普对于欧巴马 一改的这个改革 其实没有错 这个所谓共和党的 这个极端保守派 或者说自由党团 他们的主张也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按照川普的这种改革 或者不改革的话 美国至少还会有一千多万人 没办法纳入这个医疗改革的 这个照顾里面 对不对 那一样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更不安 好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这个动作 刚刚在政策 在国会的冲突 刚刚外面一个人用历史的角度 跟我们从左右 这个价值观的观点 来做分析 这问题就麻烦 为什么 因为川普左右为难 又很难讨好共和党 这个最保守的 就类似茶党的自用党团 可是要面对欧巴马留下来的 欧式健保的现实 所以川普这边的受挫跟受伤 影响到的后面可能包括税改 等等的相关法案 好 美国股是因为这样开始下跌 可是这是一个单一事件吗 它到底是一个川普行情的结束 还是QA行情的结束 观点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好来分析 除了消息面跟政策面 还有对川普命行情的 期来落空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 导致昨天美国股车下跌 等一下给观伴看一张 非常漂亮的图 就美国稻穷指数 跟美国S&P500 在昨天下跌的时候 突然发现海水退之后 原来大家都没穿裤子 这样我来告诉你 所以我们制作人说 我们怎么只发两位 因为世光太爱讲了 那我们来宾又太能干了 像刚万平哥一讲 哇 这故事 因为金钱包是属于一刀不剪的节目 所以我们就原音原相 就直接沉演观朋友 所以来宾越来越少 那世光又爱讲 那现在剩下十八分钟 那我只要讲快一点 那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制作单位 也准备了非常多资料 那观伴有机会可以在FB 来做观察 好 最后我们就看一下 刚刚讲的是欧式 这个川普在国会碰到的一个挫折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美国这一波 从去年十一月川普选上以来 虽然有政策的期待 有信心 可是要有钱 所有东西都要靠钱来支撑 所以大家解读 川普行情来了 钱是哪里来的 要有钱才能买股票 那就好事者去解读了一份文件 就发现其实从去年十一月底 欧巴马在转交给川普过程当中 把大量的钱丢了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财政部存放在FED 因为他们之间有国债购买的行为 到钱行为 所以美国政府在FED存了四千亿美金 可在去年十一月开始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这个四千亿美金 忽然就不见了两千三百亿美金 剩下一千七百亿美金 观伴我们看这个导数 红色线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存在FED的钱 它是个导数概念 所以越往上代表存得越少 观伴你懂意思吗 所以这时候人家起来运动了 把头倒过来看 你就发现钱怎么少那么多 那为什么要帮助导数形容 因为观伴你可以看到 它会跟去年的行情 极度的正相关 那这个两千多亿 就等于是半套QE的规模 你懂意思吗 所以在从去年十一月 到今年的二月 美国股市的暴涨 原因是不是FEDQE 而是美国财政部忽然 拿了两千多亿 往市场乱倒 那欧巴马他很坏 因为看那个人的样子 就是个坏心眼 把钱赶快用光 观伴你懂意思吗 就是被并购之前 或被消灭之前 赶快把现金给配光 跟上公司一样坏 所以他把钱花光 花光花到市场里面去 好 这第二观察 那这钱就没了 所以第一个 下一个流动性 还有两千亿吗 没有了 好 另外我们观察 这是内部结构环境 另外我们看外部环境 大家有注意到 这几天大陆在货币市场的资金 非常的紧俏 包括七天逆回贡利率 更创了三年新高 昨天更传出来 这个前天大陆的中小银行 面临违约的问题 所以那违约不是大的债账违约 而是逆回贡相关契约的违约 所以使得资金非常非常吃紧 好 这外部环境 就大陆也没有多的钱 往外流了 往外逃了 好 这外部环境 两个问题 一个是财政部的资金 一个是外部环境 好 对上问题是库长股的问题 因为2016年我们看到 按照主要的美国股市的推升动力 其实包括了美股的买盘 ETF的增加 最重要是库长股制度 可是重点是库长股连续几年之后 书买盘也有洁净的压力 好 这三个因素 让美国股市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我们就要看这张图了 我们先看这张图 这个图很花 什么意思 摩根大通的衍生品跟量化策略主管 所做的一个观察 他认为在上周五 期货选择权到期之后 季度结算之后 整个美国市场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叫做伽玛失衡 而把伽玛是什么 是Delta的为分 那Delta是什么 Delta是股价跟期货之间的关系 所以Delta是一次为分 伽玛就是二次为分 讲得有点复杂 越复杂它能赚钱 所以它一个月 一年的薪水 大概两百万美金跑不掉 所以越复杂的东西越有人看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每一个颜色 不管是红橙 黄绿 蓝电子 每一个颜色代表一天的流动性 那黑色代表什么 代表昨天的流动性 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是每天从盘中 美股开盘之后 这个成交量到最后尾盘 累积到最高 可是我们刚刚昨天美股股是大底 可是我们看整个黑色线的发展 远远低过过去几个月以来的市场变化 什么意思 昨天大跌 没有资金可以做支撑 所以最有观察 就是水退的发现 原来我来到的是天体仪 大家都没裤子 所以股票涨没事 一跌发现 完全没有买盘支撑 不管是空头回补也好 还是逢低买回 还是多头等加码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没有股市昨天完全谈不起来 从流动性的变化 我们看到什么原因造成流动性不足 刚可能前面三个原因 那这三个原因 这会造成美股流动性不足吗 那底下都没有买盘 那美股未来下一步您能观察 对这个昨天美国股市 这个算是两百三十几点的拉回 算是其实在昨天之前 其实没有想到美国股市会跌那么重 那等于是在昨天之前 其实这个所有的基金经理人都认为说美股是高估的 对 但是没有想卖股票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按照这个基金经理人所看到的这个美国股市 往上是代表高估的程度 对 那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来看 其实大概是近二十年认为最高的位置 是 但是没有想卖股票 还在继续买 因为你不买就输人家 没错 所以有时候基金经理人会这种苦恼 我就算觉得高估还是要去追 对 万一你不追就输人家 没错 你追了还有机会赢人家 我还有机会有奖金 那另外如果说看从今年以来 这是今年以来这个各个地区的资金流入的状况 各个市场 那其实美国算是最多 美国大概流了三百亿美元进去 对 那其他部分其实欧洲的部分是稍微小幅流出 那包括日本的部分是大幅流入 对 那还有包括这个新市场的部分是流入 但是以这种这个流入的规模来看 其实拼命流入但是又觉得很高 对 那昨天这个出现有一些下跌情况 但是我们留意到一个状况就说 现在基金经理人是满手的股票 多单 但是你面临到你要卖的时候要怎么卖 因为它有个限制 什么叫限制 就是假设我是以这个两兆美元 这个股票基金来做一个规划的话 对 你能够卖的话是日均资产 这个有一个限制 就是我每天要卖的股票是有限制的 他是以当天的成交量20%为上限 就跟国安基金进场一样 就是这张股票成交一万张 你最多卖两千张 或买两千张 对 就是那个也会有一个限制 对 就是一万张的股票 你最多买今天只买两千张 20% 卖也卖20%就是两千张 那可能是一个过去30天的平均值的概念 对 他会用一个平均值来看 那这个20%假设以目前市场所能吸纳的一个量来看的话 大概如果说你连续卖三个月 大概只能吸纳13% 就量不够 对 下面没有买盘 所以我怎么卖 你轻轻一卖就大跌 对 你只卖20% 你搞不好卖不到20%就已经跌下去了 是 所以会面临到这种状况 那上一次发生这种状况是在什么时候 在2015年 2015年就是去年前年 前年7月份的时候 台股跌停板那次吗 那是8月份 就7月份发生流动性枯竭 就8月份就崩盘 台子前平天打跌停 跌到七千点 对 然后大盘是跌到七千二 对 然后旗子多跌快两百点 对 然后另外就是在8月份发生 中国这个会改 就人民币突然重变 对 所以上一次发生状况在这边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他的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流动性的指数 上面是这个S&P500 那我们看一下过去这三四年的时间 2004年发生过一次 那个时候发生以后 接下来大概跌了一千多点 是 这个是标普 2005年那时候 7月份又发生过一次 2015年 对 那时候整个波段大概跌了2500点 是 然后这个2016年年中发生过一次 那次跌幅比较小 大概一千点 以道琼来看 那现在又发生 但目前还没有跌 限制跌两百点 昨天才跌两百多点 对 所以这个是目前美国股市出现的一个状况 是 那美国目前来看的话 有这个 我们提到 这个当然本身资金上面有问题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就是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Libber 对 美元Libber其实一直往上狂飙 没错 没错 那不只是Libber往上扛飙 这个中国大陆的Shyber也在狂飙 没错 虽然面临到说这个全球两大印钞机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美国都面临资金面临一个状况 那以中国来看 其实中国目前资金也是蛮吃紧的 对 我们看一个数据 叫做M1跟M2的一个年增率 是 那蓝色的部分是M1的年增率 对 那一般代表是流动性比较高的这个资产 那就货币等等一些比较流动性比较高 那红色的部分是代表M2 对 M2就是一些包括定存等等 广义就有信贷的这个基础货币的部分比较大 那以目前来看 这个M1是在上面 M2在下面 那这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这有点像是 这个有学者把这种情况 就是M1的增数大于M2的增数 叫做剪刀 这个这种剪刀差的一个情况 就像这边有出现剪刀差 就是M1比较高 这个地方也出现M1比较高 这个地方也出现 那现在就是等于是 有点像是过去来第三次到第四次的出现 对 他说这个有点像是流动性陷阱 是 那什么叫流动性陷阱 就是说其实这一段时间 大家把流动性的资产都放在手上 我都不愿意去做一些实质上的投资 是 对 那这个位置又出现这种状况 是 那上一次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2008年2007年的时候 嚇死了 满手的现金嘛 就不愿意去投资 因为可能没有投资机会 那所以满手的现金 就一些流动性比较高的 对 然后后面就发生 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海啸 那后面谈起来你说这个地方比较高 那主要是因为机器太低 而且加上他两个都是正向 就不用担心了 对 那所以这个是 过去我们发生过这种状况 像这个2000年是网路泡沫 2007年是全球的这个次贷风暴 那现在又开始出现一次 就这种类似我们提到的流动性陷阱 因为是M1往上走 M2往下架 那个就很恐怖 因为一起同向 还没那么恐怖 问题比较小 对那是另外的问题 可是现在是分岔 对这个往上谈 但是M2其实是往下 那这叫流动性陷阱 其实流动性陷阱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政府已经没办法用货币政策 来刺激景气 那个叫流动性陷阱 或者叫做凯因斯陷阱 那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企业 开始慢慢进入 常债的高峰期 这里面大概有几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企业的部分 第一个总常债的这个数量 以今年来看 其实你看到高峰 大概从三月份到九月份 都是一个高峰 那这个平均的规模 大概是四千亿的人民币 那这个是债券倒体的这个 这个种类 大概每一个这个月 大概接近四百种 那这些债务到期 当然要还债 还债怎么还 以目前来看 就是类似它的这个流动 又叫流动比率 就是流动资产区 除以流动负债的比率来看的话 最低的话 大概第一个是钢铁 第二个是有点像电器设备 第三个第四个 大概就类似一些机器设备 跟采掘 对 像这个煤炭等等的行业 是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风险 压力比较大 这是今年可能要注意到 中国大陆的问题 那所以刚刚世光有提到 这个飞机农业的机构的一些流动性 其实压力非常大 对 大概从去年 大概中国大陆开始监管 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开始 它的流动性的压力非常的大 你看二月份上海房价还止跌反台 大多封掉 想说把货币勒紧 控制房贷 控制投期的 就首付款的比例 能压一压 压不住 对 那现在来看的话 钱太多 不是 它是把往一个地方跑 跑一些这个比较投机的一些项目 对 所以你看到 从中国大陆来看 其实风险容忍度开始在一直 等于是一直在下降 这个是去年的十月份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它有一个 反正你看这些全部都是规定 对 它规定范围在哪里 比如说2016年十月份是规定 关于这个房地产等等 等等的一些限制 债券分类监管 对 2016年 去年十月发改委 也是跟房地产有关 然后接下来 2011月交易所又跟房地产有关 对 然后接下来 2016年十一月份 这是 营监会 也是跟房地产有关 然后到今年二月份 还是一样 这中国证券 这个投资基金业的这个协会 一样是跟房地产的监管有关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其实很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脱虚 那个脱死入虚的情况太严重 对 因为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状况 脱虚入虚吗 我们希望脱虚入虚 对 不过它目前是脱死入虚 是 就是去往一些投机性的一个东西 这跟之前癌症的化疗一样 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 可是通常坏细胞 像房地产的赵天霸 反而杀不死 杀不死 对 都是杀 最后你看 赵天霸还打派了我们的大医生 你看 复健成功 就这样 所以癌症是死不掉的 好细胞死光光 对 那这个是日本的状况 你从1990年开始 这上面是这个 日本的房地产贷款的占比 对 那这是制造业的占比 对 那你看一下他们的状况 就是全部在投 顶多投资房地产 不投资制造业 那现在中国的状况 大概从2014年开始 这个投资房地产的比重 远比这个 这等于是贷款的一个比重 远比这个制造业来的高 等于是说 钱从这个制造业 慢慢都跑去炒房地产 那当然去炒房地产 有一些理由 第一个他报酬率比较高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比如说 这个是 红色部分是房地产的一个报酬率 对 那蓝色的部分是制造业 这个行业的ROE就是股东报酬率 股东全力报酬率 对 那所以你看从2009年 其实这个房地产的部分 一定都比制造业好 对啊 那你钱往南一跑 当然是往这个房地产跑 对 尤其最近从这个2013 2014 其实陆续会有一些 这个企业的债务到期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比如说像这个东北特纲 等等 都有些债务违约 那债务违约 因为又过一两年 接下来就是银行可能会有倒债的问题 因为你借给这个一些企业的钱 他没办法还你 对 没办法还你怎么办 你自己也发生流动性的危机 对 所以去年前年陆续有这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倒 发生违约的情况 对 那今年来看的话 就有包括这个银行的 这个企业出现一些状况 对 那这个是 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大减 对 这个土地供给量大减 然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 当然会往上标 对 所以这都造成种种 这个目前中国大陆资金吃紧的状况 是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这个Liber的部分是一直往上标 所以美元在全球是吃紧的 对 但是在中国来看 我们看一下Shiba的部分 Shiba不管从这个是隔夜 这是一个礼拜 这是两个礼拜 你看一下过去这几个 从去年大概9月份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是往上标 对 代表这个中国资金吃紧的 情况是非常严重 对于Shiba包括很多 利回公利率走高 所以我们看二月份 大陆的外汇存底 已经开始刹车了 因为货币还是看报酬率 刚刚讲的是实体经济 跟房地产关系 所以前往这个高处走 就是找高报酬的商品 可是现在中美回答一样 因为过去有人提到 这两年美国股市或全球经济 所以大量的中国的资金 外流或是外逃 可是从二月份外汇存底发现 这条路也断了 所以我们看美国财政部 偷花钱路断了 中国资金 外流的资金也断了 这样资金成本的走高 现在碰到流动性枯竭 这个很麻烦 因为股市最怕流动性不见 现在就全球这种状况 其实最大的印钞来源就是美国 但美元开始在收紧了 比如说QE已经到齐 所以钱慢慢从全球 往美元跑 但是美元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昨天其实这个节目当中有提到 新市场的货币最强 然后接下来是美国 然后接下来是工业化国家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这个资金流动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从欧洲流出来 没错 流到可能美国 那目前来看 有一些部分流到新市场 那新市场 你看新台币的声势那么强 超强 那当然这个工具机的行业 像一些产业 它其实面临到很大的 汇损压力 不过当然这个 听说政府的高层 有这些跟这些 对于汇率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业 说你们再忍耐一下 因为四月份就要公布 这个汇率操纵的国家 等到过了以后 大家就轻松了 所以这段时间美国虽然很紧 但是新台币怎么会强成这个样子 要跟美国一个面子 所以这个全球资金的状况 这么紧的一个情况 包括其实中国大陆 未来的 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机育当局规模够大 所以有些地方在倒掉 其实问题不大 它可以消化掉 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外溢效果 对 这部分外溢效果 像美国的问题 它已经外溢到全球了 所以我们就大家买单 但是中国的问题 会不会也产生一个外溢效果 那这是后面我们需要观察状况 外面跟我想请教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多单的欧印 这个空军的死绝 在上周五发生 因为上周五是季度 每一个季度的结算日 结算后发现 开始拉回 拉回惨了 那当然我们也就会再提到 这个伽玛失衡的概念 因为这个伽玛失衡的一个转变 是五个月以来最大转变 所以包括摩根大通 其实在上周 这了不起 上周三 上周四就发布报告 说小薪失衡之后的美欧股市 波动性会加大 被他蒙中了 从礼拜二开始 美欧股开始 真的开始波动性加大 但他是有所本 只是这个事情反映一个现象 感觉全球的资金盛宴 应该到尽头 或离尽头不远 您观察 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 其实还是看美元 对 但是美元的强弱 或者说 最近弱翻了 或者最近弱翻 但是它跟某些国家比起来 它还是算蛮强的 今天我们那个化妆室的弟弟还问我说 世王哥美元怎么投资 这个问题是 现在美国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川普的政策 不管他成或者不成 比如说他的一改 现在看起来不成 影响到税改 税改又影响到美元的强弱 甚至于将来的货币政策 这个结果又会影响到 全球的金融政策 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前几天在德国招牌 召开的集团体的财长会议 第一次联合声明中 没有提到坚决的抵抗贸易保护主义 反而只有提到说 要重视贸易对于 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 这个就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压力之下 所做出来的这个决议 那你大家就不能不提防 美国将来是不是搞贸易保护 是喊喊的 还是真的搞真的 对 看目前的情况来讲 它的姿态还是蛮强的 这个都会影响到 全球资金的流动跟贸易跟投资 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如果美国走 就是美国开始加强管制 加强保护的话 那中国一定也会采取一些 紧缩的政策 用来保护自己的市场 或者说保护自己的金融资本市场 这些都可能 影响到全球的金融转限 而是 ise人的电话 也会采取一些金融资本市场 一下这一点 就能购買了 也会会比较税 新南谎 一边 行 就是 这是